謝謝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請回座 接下來我們將進行專題演講 今天的研討會將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高麗仁副教授組織 高老師目前是台北科大於美國 MIT Media Lab 合作成立台灣首座共同實驗室 都市科技實驗室 City Science Lab CSL 的負責人 他是智慧自駕車與智慧健康照顧的專家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持人高老師 讓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今天主辦單位的代表我們蔡楚蜜 還有我們今天的貴賓我們唐政偉 還有詹董事長百博副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城管長 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謝謝 我是來自台北科大的高地人 今天很高興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來主持這個別具意義的研討會 那特別是我們在今天邀請到的 三位重量級的貴賓 那我們剛才私立已經有介紹過了 分別有代表我們開放政府的唐政偉 還有代表我們民間企業力量的詹總市長 以及在我們外交工作第一線 直接面對國外的這些友邦工作的夥伴 百博副秘書長 所以今天非常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也期待藉由這樣的一個場合 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大家能夠激盪思維 那不僅能夠彰顯我們台灣在數位的實力 還有在數位的這個貢獻之外呢 也希望今天的這個會議的一些意見 能夠做為政府之後 推動數位外交的一個施政的方針 那我們今天會有三場的專題演講 等一下會先邀請我們唐政偉 來給予大家做一個專題的演說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唐政偉 是所謂的第一的數位政偉 那唐政偉在任內期間也曾經多次用 遠端的視訊或者錄影的方式 來突破一些國際的一些會議的場合 比如說在去年的時候呢 唐政偉用這個視訊會議呢 很成功的參加了這個網際網路治理的會議 那另外呢在今年的2月呢 是參加了以錄影的方式參加了這個世界城市論壇 那3月的時候呢 還親自前往交警參加了成功智慧研討會等等 那政偉呢 在數位計劃法規的調適顧問的期間 任內呢 也跟歐洲很多的政府機構呢 有很多的數位質地的合作案 那今天我們首先要邀請到我們唐政偉 來給大家帶來的第一場演講的主題是 我國數位外交的初探 我們是不是請掌聲熱烈歡迎唐政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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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还有一个数字 那警号是不用输入的 就输入00626 就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两个点 那slido.com 然后输入00626 按个join之后 各位应该就可以到一个匿名的 可以匿名提问的一个网页 当然你要匿名或者 随便写什么匿名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使用这个网页呢 当然一方面是说想要请大家一起来想说 大家想要听什么 因为其实数位外交这个方方面面 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数位国家 数位政府一样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也不知道三十分钟可以讲什么 所以我就是看大家想要听什么 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到什么 有人动作非常的快 想要听什么 就可以直接这个写在上面 那完全是匿名的 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 所以其实也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所以 因为我们以前也试过拘手 或者一定要拒名 这样都说到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尤其是长官都在的时候 但是匿名的话 大家就想问什么问什么 然后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你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数比较高的 他就会在这个画面上面 浮在比较上面 那浮到比较上面呢 就表示我会先看到 我会先看到 我就会先回答 那当我先回答 比如说如果有五个人按赞 我回答了 那他就等于回答了五个人的问题 就是比较节省双方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心流的也会 就是跑在下面 那所以现在四十五分嘛 所以反正就接下来半小时 大家在上面问什么 我大概就讲什么 大概是这样 那在各位还在这个想 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反正我处理的方法 就是会太烂起来 然后把它这样就关起来 那在大家还在想 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提到 数位外交这四个字的时候 在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图像是什么 那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 有一些想法 那基本上呢 我不是通常是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 就好像说 我们说数位政府 或者数位国家 它不是某一个特定的部会 不是某一个特定的部门 去做的事情 像虽然我是数位政委 但我们并没有一个数位部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数位部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部会 我们目前都在经历一个叫Visitor Transformation 就是数位转型 就是数位转型 数位转型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事情是你平常 已经很喜欢有某种做法做的 可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说 大家平常这种做法做 是因为受到了本来的通讯工具的限制 好比像说在有Internet以前 就是我们说前数位的一个时代 你透过电视 你透过广播 透过其他东西 一个人要讲话给几十万人听到 几万人听到 那是很容易的 那就是你有一个发射台 然后你上过一个频道 大概就可以让几十万人听你讲话 但反过来讲 你要听几十万人讲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用Internet以前的基础 那同样道理 几十万人如果要彼此对话 这个也是非常困难 那但是呢 当我们有Internet这个基础之后 大家透过像Slido这样子的空间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 很容易的及时的彼此对话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底下 我们在网路上面去做 本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方式 就不太一样 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一个Grit 就跟大家看一下说 平常传统上我们觉得说 在做外交这件事情 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当我们进入一个数位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用一些比较新的做法 来做什么事情 那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increased transparency 因为在以前大家想到外交的时候 大家想的是国对国的 或者是多边主义下的 就是说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件事情 你想要去在国际上面 争取你的权益 或者是创造互利亚双亚等等 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去找到你的国家代表 然后他去跟对方的国家代表 探出某一种合作的方法 然后你在那个合作的方法里面 透过这个方法去跟对方进行长期的合作 那但是呢 我们在有数位的这个时代 其实如果各位有看 好比像说我们外交部的Twitter 外交部的Twitter 我觉得经营的相当的好 我在刚入阁的时候 第一次到外交部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家用slider 最高票的那一个 就是说我们外交部为什么还没有开Twitter 对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很具体的看到说 外交部开了Twitter之后 他的transparency 其实变得好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看到 Twitter上面 外交部 他分享了一些讯息 那他其实还开没多久 因为是Joseph上来才开的 那目前四千多个这个跟随者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让所有在 关心台湾的朋友们 都可以直接看到说 这个Joseph最近在做什么 他这个出席了哪些活动 有哪些人来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说 每次发生事件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这边跟安倍 对来对去啊 或者是这个互相感谢啊 然后或者是 总之就是在上面有很多具体的互动 也就是说 这些对话 这些比较像是具体的 关于这个我们可以合作的事情的对话 在以前很可能是就是在晚宴上 或者在正式的这个各种场合里面发生 但是绝大部分的市民 或者绝大部分的国民 其实是不知道的 就是说 外交部当然会发一些新闻告 但是会去专门看外交部 新闻看外交部可能不太多 那但是呢 在这边呢 因为在Twitter上面 他可以做得比较有趣 也比较读文病忙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只要有一些action的东西 但是很乐于去转推 那转推过程里面呢 也会有人去问外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交部的小编 他就会及时的在上面去做回应 也就是说 每一个外交的动作 他都变成我们叫做一个social object 什么是social object呢 就是大家可以绕着他去进行讨论 那而不是说 好像他只是国对国 就是也一个世界 对另外一个世界 他们两个人中间的private object 所以我想这个是最极限的概念 就是从学理上面 就是我们现在会尽可能的 把我们在 以前是只有在多边的管道里面 才能够看到的一些事情 把它放到这个网线网路上来 那这个就确保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绕着他 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只是self-exposure 而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在外交的工作上面 感受到了什么东西 的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能够去进行了解 不然感觉上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 就是文字上面的 谁跟谁有钱了什么 他有什么重要性等等 那但是呢 除非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外交人员 其实他后面的那些感受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表现的 大家我们在网路上面 透过短片 透过图片 透过这些方式 甚至是透过一些直播 即时回应的这些方式 大家都比较知道说 Joseph或者是我们才总统 或者是其他人 他在进行外交的时候 他目前的个人感受是什么 这个我们比较能够进入 他的情况里面 不然的话 以前都是看一些文字 然后脑补嘛 那脑补虽然是很补了 就是说 这个大家看的时候 都可以补一些东西上去 但是困难的就是说 大家补的 因为缺乏第一小诊研 大部分都是投射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是说 外交人员是 其实非常的认真 然后也做了相当多事情 但是在国内 我们看到一些文字 然后没有办法 及时的时候 回应的时候 会有一些投射 那这些投射 就会造成对外交工作的 一些误解 所以我想这个transparency 第一个就是减少误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重点不是说 好像有一大堆俱乐部 然后你加入什么 你没有加入什么 你能加入 你不能加入 不能加入 在门外做一些什么之类 而是说把这个世界上 各种各样可以 具体合作的关系 都想象成一个 一个network 那其实这个在国际上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发展 有许发展目标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network的概念 就是说 这17个 它并不是有17个 什么总部 我们也不是说 这17个 它一定是你要的 physical 到哪里去办什么活动 那这17个 也不是像以前 在MDG时代 它主要是由 就是国家代表 所制定的 事实上完全不是 现在的 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个讲法 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想说 在做SDG13 那它的audience 就是那些 就是已经快要 这个居住不下去的 这个地方 它受到 气候变迁的影响 那但是呢 它的国家也许很大 只有一小部分的人 受到影响 但是这些受到影响的人 跟全世界类似受到影响的人 它自己可以组织 其他 透过网机网路 来组成一个 我们叫major group 或者是一些CSO 那这些major group 或者是一些CSO 它在联合国里面 这一次在做 取判的目标的时候 它的地位上面 就跟以前的国际代表 是平起平坐的 它不再需要说 它说服它的国家 一定要去代表它的利益 它国家可能很大 根本不管它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还是可以透过 major group的方式 一起去来施压 然后一起去 在国际上面 去合作说 我们在SDG13里面 各国都至少 做到哪些事情 那在每一个 就是不同的领域里面 大概也都是这样 好 那所以我花了七分钟 所以希望slider上面 稍微有些问题了 不然这个传长 蛮幸贵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想到片子 OK 好 有外朋友想知道说 利用数位外交 是不是也会遇到 这样的应该是 台湾很小的 对啊 打压 我如何克服 目前其实是不太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我们做的这些场域 就是有一个词 叫做Open Internet Open Internet 简单来讲 就是说任何人 他都没有办法去阻止说 我用我的电脑 你有你的电脑 我们中间的这个路由 就是我们经过的 这几台电脑 它如果是福音 所谓的Open Internet 这个哲学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间的这几台电脑 它对于我跟你中间 要用什么方式 出来学习 它是不会有这个 就是不会有查击的能力 事前审查的能力 它不会有 就是强迫我讲一些 我其实没有要讲的话的 这个能力 那基本上 目前只要在 精锻工程放过长城之外 大概都是Open Internet 当然少数一些 别的Pocket 我们就不去谈 大致来讲 都是Open Internet 那在Open Internet 上面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别人如果看到你的 某一个路由 他觉得就是 把它攻占 它怎么样 它总是可以在 绕过这个 被公站的路由 它又在 用另外一条路走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当时 Internet设计的时候 一个最主要的想法 就是说 它 就是说 任何想要查击的 它看起来 就跟网路坏掉 没有两个样 那这个网继网路 那么多 这个节点 那事实上 也不是任何国家势力 所控制的 网继网路本身 就是一个自制体 它是通过 共识局的一个自制体 所以说 它中间有任何地方坏掉 你就绕过它就好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 就是 北京当局 它在 OpenInternet上面 它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 技术上的方法 来让我们 透过Twitter 或者透过Telegram 或什么东西传讯 让对方受不到 或者是把一些 我们没有这样的话 在那里 这个大概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所以 另外这样的关系 所以像Slido这样子的平台 像我上周六 才在布吉纳法所 办的一个 就是非洲民主论坛吧 他们有一个非洲民主年会 那大家知道 布吉纳它是在 我们太阳花的同一个时期 他们也有一个 类似的这样一个 战廷运动 那这个战廷运动 当时就想让他们前一院的 就是同事者 他想要修宪 然后让自己变成 没有任期限制 就可以一直这样子 连任下去 但是人民就不是很买单 那所以就发起了战廷运动 那发起战廷运动 后来就 就是这个修宪就没有成功 然后他们就 很快地又回到 民主制度里面 所以其实在非洲里面 这是蛮难得的 因为他们又被 下一个这个军事政权 所把握 而是说人民的这个 监督的力量 他得到了成功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 全世界 我自己所熟悉的这个网络 就是占领者网络 我们当时在 占领华尔泽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 这样子一个习惯 就是每一个占领者的地方 去派两个人 跟所有其他别的 占领的地方的两个人 建立这种 这算不算外交关系 可能也是一种外交关系 就是彼此认识的这种关系 那为什么每个都派两个人 因为一个人被换掉 他还有能力去带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多 这样子的沟通的合作 这个像这边是占领 纽西兰的威灵顿 然后当时正在做的 法国的女体路 然后当然太阳花 然后马德里15M 等等这些占领者 那我们就是分享说 当时我们在318的时候 把一些占领的想法 一些科技啊 后来怎么输出到香港的 这个预算运动啊 等等这些部分 尽量就是说 让你有几十万人在介绍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可以 受到一些粗略的共识 而不是说 它一定会变成好像开花一样 什么都没有办法 这个收回来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这个技术 就是所谓的占领技术 它本来就这样 有一个国际网络 所以当这个 这位应该是 三年家人的朋友 这个回到非洲去 继续倡导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的占领这个网络 就会是他很想要摇的 这样子一些对象 所以我们在 这个也可能也算是科技原外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不管是在 布局团那边 他们其实总统有出席 然后大家都是很appreciate 就是台湾分享一些 在数学治理上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就是透过 类似像slide的问问题 通常都是这个方式 然后预录一段影片 然后大家看完预录影片之后 去问问题 问问题之后 我即时透过声音或推特 来进行回答 那像这样子的工作 我这边其实要强调说 在技术上 即时背景方面 希望我们这边 断讯或断切 情况是做不到的 那只是具体回答 就为朋友的问题 OK 有些朋友们想知道说 数学外交如果真的可行 当前外交政策 将传统的机构 以及运作的思维 该做哪些调整或改变 来推动 所谓的数学外交 然后我们的 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前策后策 来这个引误它的成效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就跟我们在推动数学转型一样 它并不是说它在机构上面 一定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变 而是说它这个机构运用网络 或者看待网络的方法 可以做怎么样的改变 那我这边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也是我在国际上大概都会分享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省政院里面有一个 Join.GOE.T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那这样子一个平台呢 就是大家可以具体的去看 包含会交部在内 所有各部会自行关卡的 1300多个计划 它花了多少钱 KPI 多少 然后所有的每季每个月等等 做的哪些事情 全部都在这个网站上 任何人都可以绕着这些社交媒体 去进行交谈 那讨论的时候呢 即使我们的承办就会上来进行回应 如果它有具体的问题的话 同样的以前 他们可能是接这个友邦的电话 立委的电话 媒体的电话 或者一个一个的所资啊 这个一个一个都要讲非常多次 那同时自己的工作时间就被压缩了 但是现在我们第一次 有这样一个公开的一个论坛 所以当它上去回应之后 第一个Google就找得到了 那第二个是说 别人在问的时候 也可以照着这些东西去问 第一个 大家比较知道我们做什么 但是当然大家知道 比较做什么之后 大家一定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行政院 搜索各机关 每一个部会 都有一群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虚拟的一个team 那在这个数位的 协作的平台上面 我们就会不断的去看 民间现在正在关心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在关心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组成一个跨部会的一个team 去engage 就是说这五千位朋友 他们可能马上就要上街头了 但是在他们上街头之前 我们这个网路替代马路嘛 我们在网路上面怎么样 跟他们有一些讨论 那这个我可能花两分钟 讲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去年五月的时候 因为大家用Mac或Linux报税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难用 所以他们就在网路上的这个留言板 有一位朋友 在Jong上面有说 报学人体难用到报价 那内容是充满了负能量 我就不念给大家听了 好 那但是呢 就是说 在当时就一片一两天就洗版了 那大概这个上百则 那高达八成 都是在讲成财政部长下台 关号什么东西的 对那但是呢 那只有一成多弱弱的在说 我用Windows报税好像没事啊这样 那但是呢 这个我们因为有 Practical Officer 所以我这边强调说 他们都是常人文官 大概都是检任的 那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院有一个要点 就是说他们可以调动 他们部内保安三级机关这个资源 去回应这种 马上就是即将要爆发的这种民怨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上去 马上不达两天就po了一字的说 吵得最凶的朋友 我们就邀大家到几月几号的工作坊 大家一起来重新设计这个报线软体 那非常神奇的是说 从那个一po出来的风向 马上就转变了 就是说大家看到说 吵得最凶的不是有堂匙啊 是能够进厨房 大家一起做堂匙的时候 忽然之间这个就高达八成的朋友 都是非常建设性的批评指教 甚至有一些已经开始提一些 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一程度还弱弱的在说 这个财政部长下台什么之类的 那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光是一个channel的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现在叫做群众智慧 就是说让大家这个不满 这个负能量 能够进入厨房的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把负能量 导致成为正能量 那当然在这里 我想要特别强调一个数位 不管是外交 还是在engagement上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去和谐 不能够去插紧 这个上面的言论 当我们承诺说 大家的意见都会变成 我们处理的东西的时候 即使他的意见的措辞 说什么自暴多 花力道让人弥妄 这个是比较相敏的一些语言 我们也是一字不改的 去实际去把防在 我们实际要盘点的 这些事情上面 那甚至有人说 想到要报学心情就不好 那随后我们也是说 因为这样 我们要尽量缩短这个流程等等 那所以 这些participation officer的特色 就是说 他们是在既有的组织里面 他们去report给他们的CIO 就是他们的骨次长 但是他们随时有这样一个机动性 在一件emergent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以临时组成这样一个小队 然后给予他们充分的授权 然后实际去engage这些朋友 那当然今年我们知道 Megan Linux跟平白的报学系统 就是这样重新设计出来的 那目前的这个还蛮好评的 所以我们去外面进行外交的时候 像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就是直接画了一个漫画 然后把这件事情的这个全部的 这个经过啊 都用漫画的方式 这个去实际分享给日本的朋友 保安他们的意愿等等 那他们也就是非常appreciate这件事情 所以我这边讲就是说 当它具体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 我们叫做一个社会创新 那这样子一个社会创新 其实马上就可以做成案例 它如果跟永续发展的目标 好像这个可能是SDG17 对一些数位置疑的部分有对齐的话 那这个时候 大家有这个index 就很容易让对方能够 好像连赛呀 说这套东西我们也要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有一个长期的关系 那这个长期的关系 我觉得才是这个外交 我这边看起来外交的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会觉得台湾是一个trusted partner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调整 会改变并不是人事或组织上的 而且说当你发生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组成这种横向的ad hoc 这样一种working group 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在联署上面 年轻的外交官 已经有很多group了 外面上面也有很多group 像什么台湾暖实力 就是最近这个 我比较有在讲 因为就被介绍到那个 或者是像一些 就是外交的这个实验室啊等等 在联署上有非常多自信集结的这些部分 那最后就是如何评估其成效 我不是觉得 当然可以做一些ab testing 就是同一件事情来的时候 好比方说这个报税 其实每年都发生一次嘛 你可以评估说你有intervention 对没有intervention的时候 他的个人的感受 在前而在后有没有改变 那这个是最容易去看的 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去measure这个trust 就是说大家在经过这样一个程序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政府更相信的人 那如果在外交上面就是说 台湾是不是更相信我们这些世界的伙伴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 这个相信是相互的嘛 我们愿意transparent 我们愿意这样子自我揭露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各位听到的或者各位看到的 不会拿这个来explorit我们 那做这件事情 其实主动给出信任 之后收回信任 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一步 如果这个先不给出信任 就要求信任那个 好像是比较像法西斯主义 OK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对各国发展程度不同 是否说外交要有所区隔 程度不同国家需求各出合适法 确实是这样 我这次去纽约 有跟哪些就是有帮助 联合国的朋友们来讨论 那他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也了解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协作啊 这些东西它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就是说他们如果现在导入了 好像说Google Apps 或者是导入了这些 就是大家常用的这些协作的工具 他们有两个 一个是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主机啊 大概都是在 就是他们不像我们这边 你还可以说服Google来掌握 谁的这个机房 他们的机房大概都是在他们的国境外 那所以说这个国外的这个贫困 他们事实上常常就有一些问题 那即使贫困不是问题 他们也会觉得说 哎这个不是很reliable 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服那家外商 一定是以我这边的人民为有限嘛 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他会担心说 当他用了那习惯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就被厂商绑架了 绑架的时候他好像如果以后年费要提高 那他是不是全这个政府都好像一定要必须 每年一定要缴一些这个境外的这个数位税 所以我们现在在其实这种地区来推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我没有时间讲细节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但有用任何目的来运用的自由 你也有去改做它的自由 你改做完之后也有重新传播的自由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整个是他的 他不需要去rely别的东西 他就自己可以去运行 那其实我自己进入行政院之后 我是政委自带厂商 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加了这样一个开放 圆满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系统 叫做Sandstorm 那Sandstorm是很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资安产品 但是它在这个资安产品上面 去让所有我们目前用自由软体的方式 像Devros是这个像Drawbox共享档案 共享试酸表 共享文件 这个实际上Traylor就是共享工作项目 等等等等 就是包含类似Slack这个聊天室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免费的取得 然后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面 所以在我们这边就是装在我们的 国发会的这样子一个内部的云系统上面 那是由我们资安处 以及我们被蔡总网接见过的一些白猫海客 这个不断地来打 因为这是开放的系统 大家就是一行一行城市打 那打一打就发现说 真的打不下来 这真的是蛮安全的 所以我都是跟友邦朋友说 你即使只有Intronet 你只有连内的网路 没有连外的网路 你也可以把我们正在开放政府程序里面 使用这些系统 直接下载到你自己的内网 去安装而且呢在这上面 不管你自己写了什么应用程式 像我们办公室的同样写的 第一个程式就是一起订便当的程式 他们把行政院附近80块的便当的菜单都输入了 然后每个礼拜一就一起在那边订便当 那这位朋友就不需要去想自安的问题 因为他有底层的这个三松 帮他take care 他就写一些基本的交往这个程式 忽然之间大家就填每个礼拜 还顺利一起订便当 而且不用担心说 这个有院外的人士会帮我们 篡改我们的便当的记录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要这个推行这样子一些 具体的数位工具的话 去介绍自由软体 尤其是在他们对外的频繁不足 或者是他们担心被外伤绑架 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那当然其实很多在地的社群 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 已经有用话语销售 维基百科 开放截图 Firefox 或者其他的自由软体的经验 他只要有参加过任何一个自由软体社群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 好 那还有六分钟 所以我就快问快答 好 区别人大数据物联网三项新科技 要怎么样具体应用在科技原外上面 并且带给相关产业商机 我这边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G0B的临时空物观测网 那G0B是一个movement 这个movement非常简单 就是大家看政府做的任何网站或服务不顺眼 那好像GOV 什么点 GOV点TW不顺眼 你就可以自己去发起一个什么点 G0V点TW 就是网址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O冠成零 一个零的转移 你就可以进入一个shadow government 一个网络 那所以这个的概念就是说 不要拆政府 你可以自己去带用政府 带用政府就是说 好像带用咖啡一样 就是你做某一个版本的 你觉得更好的政府 那但是因为我们又抛弃出 做财产权 所以政府下一次 procurement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直接带进来 变成政府的一部分 其实像刚刚的那个 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 跟主条讨论 那个就是2012年 G0B的第一个专案 当然我们现在在2018年 已经是由重要政府来 就是收割了 来维护了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乐于让别人收割的概念 大概就是G0B基本的概念 那G0B之前 现在还很active 有个临时公共观测网 那这简单来讲 就是说PM2.5 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环保署 虽然接下来几年 要加补一万个策展 但是这些策展 如果连你驾远的话 对你还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就很多朋友 就自己的空气品质 自己就去用一些 比较便宜的PM2.5 sensor 自己用物联网的方式 就是架不完整 在客厅 在阳台 在学校 这样子一种空气盒子的 侦测器 甚至有一些现实 当作环境教育的这个教局 那所以一下子 就有超过2000的测电 这些测电 在中英院的一些朋友们 合作之下 一下子就变成一个 你可以一目了然 那这个是非常 台湾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亚洲的 公民科技社群 去分享的时候 大部分别的亚洲国家 其实是靠成民主国家 都是说这个第一个 不一定集结到这么多人 第二个 如果它真的集结到2000人 不要说2000人 200人就好了 大概就会被查水标 可能就会被请喝茶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 威胁到政府的公信力 即使环保署的数字 比较精准 你自己量的 你当然相信你自己量的 对 那所以就说 在这个情况下 只有台湾政府 尤其是在亚洲 不但是不去查警 而且是鼓励 这样子的公民科技 我们印象都是采取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的 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是从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数位建设 建了一个叫民生公共物料网 就是在这些朋友的基础上面 我们在国网中心 这个真的可以叫大数据了 就是把所有的空气品质 水资源 灾防 地震的相关的资料 所有东西都集中在 同样一台 这个一个大的fluster上 这样子的话 任何想要去分享 或者分析这个 人类的活动 或这种政策 跟空气品质的相关性的朋友 他们就不用 各自用各自的data 各自用各自的理论 然后各自做各自的prediction 那有的比较准 我们也不知道 是因为它的模型比较好 还是它的资料比较好 所以根本没办法讨论 在这个情况 可以变成大家都在 相同的资料上面进行讨论 那这样一套东西 根本不需要我们 去用国对国的方式 去做讨论 所有在地有 这个环境监督的 想法的公民团体 包含这个美国 Go for America 都非常觉得说 这套已经试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就好了 所以不管是 他们的一些NGO 或者是做空气品质 感受器的厂商 或者这些东西 看到这样一套 开放的东西 他们自己就落地神根 在那边变成 他们又可以 跟他们的政府抢杀 而且还不需要去 去负担 一开始的冲突的成本 因为台湾帮你们吸收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合作 在台湾是一个 蛮行之有年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合作所产生出来的果实 其实这件事情 就是外国的朋友们 一看到就可以自己去用 那因为这是open source 但去用的时候 他一定会需要一些技术支援 或者一些援助 这个时候我们的产业 以及那些制造商 或者是做这个演算法的朋友等等 大概都会有一些伤机 因为毕竟还是做的人自己 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 有位朋友问说 我们应该要当中小型国家的 digital economy的这个领导者 这个应该是下一位讲者讲的主题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这个念美 我们就待会在panel时候 再来处理这一题 区块链 其实我现在通常是把它叫分三式账本 因为新一代分三式账本 大概都不一定是用区块链这个技术了 那分三式账本 我自己所知道 在我们援助国外的一个好处是说 它是一个很便宜的 能够买到accountability的一个方法 accountability其实一直没有很好的翻译 因为同样一件事情 如果是政府要求大家 大家都要填报 那这个做不好下台 这个叫客责 但是如果是厂商 或者是参加的人自己做 这个主动揭露 这个叫当责 那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去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叫问责 所以就是说 同一个英文字 我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翻译 但是不管你怎么犯 就是当责 问责 客责 它的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说 大家要能够去看到说 即使的 我们这些国际上面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像这个是用一个分三式账本 叫做以太坊 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中央大学有能够的社会企业中心 所发起的这个尼泊尔水塞的募款计划 大家现在是谁捐了 捐到哪里 它怎么分配 怎么分配出去等等 当然你要花很多钱去请 会计事务所或什么 去做这样子的签证 当然也是可以 但当它跨国 画比别的时候 这个overhead就会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 你募的这个钱 就要比较多的钱来花在 去买到这个accountability 但是现在因为有分三式账本的关系 每一个地方它分别登录的时候 它都可以很reasonably sure 就是说 这个网站就算倒了 大家都可以从分三式账本上 重建这样一个捐款链 而这个捐款人 任何人如果想要私吻 然后他想要串牌这个账本的话 都是非常不服经济效益的 大家要花几亿元 只是因为他想要改说 这个他吻了几十万 这个大概是没有必要 所以就是说 当他这个金额没有大到几十亿 那他又需要所有参与的人 参与的人非常多 就是所谓coordination problem 就是说你没有 每个人都想要知道对方说话算话 我才做 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任哪一个人 所有人信任同一个人 一定说话算话 对这个分三式账本的情况 那我们透过分三式账本 可以很便宜地卖到一些账行 所以这个我想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在所有类似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都可以说 我们就在公共的分三式账本上面 去进行这个accountability 那如果有效回应讲新闻 这个刚好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 rumor.pdis.tw 那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对所有这种一句话 可以回答的东西 我们大概都可以有一个网址 RUMOR.pdis.tw 那简单来讲 就是大概有领圈一叉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控管心立法或修法 要民间社会不能够去散播谣言的话 那么那些做查证的人 他必须散播谣言才能够澄清吗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会被同一个立法去限制住 所以我们的概念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如果在现实社会里面做不犯法 他不会因为要往路上做就犯法 不管有某些地方人体有什么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立场 当然也不会太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大家的自我查证 媒体素杨这些东西能够去有就是长起来的空间 那但是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 我们在我们的行政院的官网 或者在我们的就是 这里有一个即时新闻澄清 那目前我们已经管考到 基本上每一个部会 大概在12小时左右 有任何即时新闻 他们需要澄清的 在这上面都会用即时开放 结构化的方式 去让民间的查证社区有东西可以用 那即时是用比较难接触的 像LINE这样的社群 我们现在在G0B也有一个 Cofax的这个计划 并没有拿政府的钱或元 那这个计划就是说 你如果嫁他LINE当好友 然后你去传一个谣言给他说 真的假的 那他就会跟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会有一个即时澄清的社群 在这边去跟你去做互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也有英文网 也因为全世界的朋友 对这个都非常有兴趣 他在WhatsApp 或在Face Messenger 或这种任何Google站 公民科技外上的一个题目 那最后可能都一句话来回答 带风向的网络操作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营造一些空间 在这些空间上面 大家虽然可以分享自己的意见 但是你不能互相回复 所以你在slido上 你就不能够去摧毁彼此的可信度 你如果看到一个你不想的问题 就不要按他站就好了 那同样道理 我们在国际上也可能用像Polix 这样子一种系统 POL.IS 就像当时Google进入台湾的时候 我们请所有人 对所有其他人的看法 他只能说同意或不同意 他不能够彼此去回应 那我们观察到就是说 你知道经营这种不能彼此回应的空间 随之时间过去 大家就不会花时间在 最有分裂性的那些少数的意见上面 而是把时间花在 大家怎么能够去 在不同的立场里面 找到共同的价值 然后透过这个共同的价值 我们再一个一个确认 这些利益关系人 是不是能够同意这些共同的价值 然后找到对大家都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这是一个空间营造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空间是一个 让大家在上面待越久越好的浪费时间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这个张图就会反过来 就是说大家就会浪费时间 在这个最有争议需要带风向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的这种跟国外对话 或者是跟多方利益关系的对话的空间 是这样一种收敛型的空间的话 那大家越花时间在上面 就会越有共识 好那因为我一向都不过过的时间 所以就接下来事情 我们可能就在panel上面再来处理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开场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唐振伟精彩地也说 果然唐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那个唐振伟不只专业 而且非常的幽默 那我刚才那个 我自己虽然是学习技术的 但是我自己也感受很深 也冲击也很大 那刚才那个政委提到 我们利用广度来代替马路 那我想在这个数位外交方面 我把它延伸为就是开放分享 代替封锁对抗 OK那我们谢谢那个政委的精彩的